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妳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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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年輕人 为年輕人 其实也代表着 我们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所有年轻朋友 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需求 以及我所提出来的证件 能夠滿足大家對未來台北市政策 協助他們減輕負擔 所以今天很高興 他們對於公共事務也非常的熱忱 大家一起來見證 登記參選的日子 所以就邀請大家 一同結伴前行 大家來參與這場盛會 那今天登記參選 就沒有邀請大家示意 大家好像有一些反省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相關的選舉規劃 每個候選人也都自己安排 所以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想邀請十二位年輕朋友 騎著自行車來到登記的現場 那我想過去我在立法院這八年 也都跟我們黨籍的議員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大家共同為台北市 來爭取相關的福利 為市民爭取權益 所有的黨籍議員都是台北隊 而這段期間 我們也跟議員緊密的合作 接下來也有更多 可以合體造勢的場合 不管是接下來的抽籤 或是後援會陸陸續續的成立 還有很多造勢的活動 我想我們都會跟議員一起合體 展現全體的氣勢 大家一起贏得年底的盛選 我們昨天陳神中跟黃珍珊來登記 不過那個高嘉瑜把板子去管了 那王詩堅好去跟黃珍珊合照 是不是也讓萬一也停止 他們沒有非常確實的 我想陳忠應該是比較擔心 但是對我來講 我就是一步一腳印 而且接下來都陸陸續續會提出 很多對於台北市政的政見 同樣的我們也持續了解市民朋友的心聲 了解他們的需求 提出更符合他們期待的相關市政政策 我想這就是我堅持的一個態度 行走積極大家共創台北更美好的未來 委員 國民黨內部的民調 就是目前民眾還是領接著做 台上廷現在的戰略還是只是 就是鎖定城市的嗎 我們的方向目標非常明確 市民是真正的主角 我想只有了解市民朋友 在過去這段期間 他們的困難 他們遇到的困境 包括我所提出來的 對於年輕朋友 解決他們生育養育教育居住的問題 所以對年輕朋友升第一胎 生育獎勵從現在的2萬 翻倍給4萬雙倍幸福 升第二胎 只要符合入住社宅的資格 不用抽奸直接入住租金八折 其實都得到年輕朋友很大的迴響 把正面臨的一個目的 我想就是積極提出 對市民朋友面對的問題 幫他們解決未來一一的落實 還有提出都更的政見 包括未來積極的解決整宅 透過公辦都更 我們包括真人力 或量能 早進場三支劍 來積極推動整宅的公辦都更 以及積極解決台北市目前海沙屋的問題 這些都讓市民有感 我想最重要我們在剩下最後八十幾天 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跟我一起同行 往前邁進 大家全力衝刺 最後贏得勝選 我問這幾波媒體要分析 有媒體分析說今年選舉可能上演2018的戲 可能都可能會被棄訪 然後更有媒體人直言說 其實恭喜 姚文姿更能力 大家會有很多的分析 或跟過往幾次選舉來比較 但這都不是我關心的事情 剩下最後八十幾天 我就是全力衝刺 積極的行走 剛剛今天早上 我也在新一區的無心市場 跟所有的攤商店家 來一一的肯脫 也了解他們的心聲 我想最後階段 就是一步一腳印 積極的了解市民的心聲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以為你怎麼看這個黃珊珊 她指引一下公開辯論的暫停 而且是希望美洲 你一定會接受這個暫停 而且看起來宋主義好像沒有到指示 我美洲都固定會公佈 我對於台北市政的政策 這都已經公佈了很多 包括對年輕人生育養育 包括對於小輩的照顧 對於運動產業的發展等等 還有都根的陣線 接下來也會持續端出牛肉 讓市民感受到我們的具體建議 同樣的我想未來 其實黃副市長 也可以清楚的告訴市民朋友 他跟柯市長的市政方向 有哪裡不同 至少在過去這幾年 台北市的人口外流的非常嚴重 過去八年流失了20萬人 而且我們的城市的競爭力 根據許多的國際客觀指標 也都不斷的下滑 而且六都的市民滿意度 台北市也都是敬佩莫作 我想這都是客觀的事實 我們都希望未來 有一位沒有行政包袱 有創新思維 有國際觀能夠大刀過腹 帶領台北市開創新局的領導者 帶領台北市能夠大步的往前邁進 真正踏上國際醫療大城市的行列 昨天我也公布了四位 過去對台北市政非常熟悉 也對台北市有極大貢獻的四位副市長 他們在各個領域 不管是城市有序 環保 文化 醫療 健康城市 都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我們就是一個堅實的團隊 我們大家一起打一場團體戰 大家都是台北隊 也歡迎所有市民加入我的行列 可能是陳時中說 現在還沒有做完三期 所以沒有辦法提供保護力報告 那為什麼這樣針對立委 他有邀請說要公認疫苗事業 他竟然說起駭 公認 陳時中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說清楚 為什麼要把疫苗採購的合約 封存30年 到底是基於什麼規定 你要這樣封存 到現在說法反覆 謊話連篇 說一個謊 要用更多謊言來議員 現在當我們要了解高端疫苗採購的相關資訊 竟然說要去找高端藥 他完全規避他當時身為指揮官 身為衛服部長的一個責任 迴避國會的監督 就是不願意公開讓人民知道 我想這個部分市民朋友都很清楚 這當中到底有什麼不可告的地方 到底為什麼要掩蓋相關的真相 不管是民進黨要強推中介法 要鉛制網路上面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對於民事間論文抄襲的事件 都噤聲 不發意義 不敢表態 不問是非 我想市民朋友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的事長不全 好 謝謝大家